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德国公布了最新在9月份的一个制造业的订单数额 不但没有反弹 反而是延续了下滑的态势 进一步的有环比1.7%的下跌 英国方面则是公布了10月份的一个 全国的房价指数有1.1%的上升是好于预计的 而欧盟方面则是公布了最新在9月份的一个零售的数据 那环比是下滑了0.1% 也是让市场有所失望 美国方面首先关注一下本周的首次事业人数 有所攀升达到27.6万人 市场还在进一步的等待 在星期五劳工部公布最新的10月份的劳工报告 除此之外 美国还在周四早间公布了 第三季度的生产率和生产成本 环比有1.6%和1.4%的上涨 生产率的上升应该说是超过预计 但是生产成本的上涨则是不及时尚之前的考量 现在美元的走势还是呈现了涨跌互建的交易局面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0881 盈报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5245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21.74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这样一个比价已经上升到了0.6637 这个比价是保持在压力线0.665之下有进一步的抛压 在未来有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比价保持在压力线之下 首先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0.657之后下滑到0.653 当然如果这样一个比价进一步的维持现在的上升 并且能够保持在0.665之上的话 希望能够首先达到0.6705之后上了到0.6755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四是依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抛压 但是有反弹的迹象 现在黄金的价格是小幅攀升到了每盎司1107.30美元 应该说金价已经是接近了之前从10月28日以来形成的一个谷底 而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现在的走势依然是呈现下降的 短线期看如果金价没有办法能够突破每盎司1123美元的话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再次下跌 首先达到每盎司1098美元之后下滑到每盎司1088美元 当然如果金价能够反弹并且突破每盎司1123美元的话 就望能够首先达到每盎司1132.50美元之后上涨到每盎司1138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是小幅下滑到了每盎司14.98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吹林三朝财经电视